好,你在家裡如果要上課的話呢 小朋友可以先從 這個Chrome瀏覽器先找到文雅國小 然後呢,再從下方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登入Google,把它點一下 好,那後面它就會幫你打好 你只要打帳號就好 然後點繼續,它會叫你打密碼 好,那如果成功登入Google,會進去Gmail 就是郵件的地方 那請你點右上角 Google應用程式這邊 然後點Classroom 先進去你的班級 好,那進來到你的Classroom之後呢 你應該只有一個班級 好,那就進去你們班 進來之後 你可以先帶這個訊息串,看一下 有沒有老師宣布 不要講話 有沒有老師宣布一些事情 好,然後呢 重點是這裡 你要點課堂作業 然後看有沒有老師出作業 要去做作業 還有 要點Google日律 進去上課 用那個Meet去上課 線上會議 那怎麼用 點日律之後 就進來Google日律 注意看左下角 你第一次用會跳出這個啦 知道了就好 注意看左下角有沒有一個六組 有沒有你們班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你注意看它是什麼顏色 黑色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個日律上面出現黑色 就是有 你們班的那個Meet 就是要線上上課 你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你就 這個也會有教學 你就點什麼 加入Meet會議 聽懂嗎 那你把它加入之後呢 你就可以 點了以後還要再加這個 還有第一個很重要 先把你的麥克風關掉 因為你是學生 只有老師叫你講話你才開 不然你都關掉 否則你沒有關掉你家裡 爸爸媽媽在吵架聲音會全部人都聽到 所以你要把它關掉 然後按什麼 立即加入 立即加入 就加入這個會議室 老師已經在這邊等了 有沒有看到 好 這樣就可以進去 沒有問題 那麼目前會議室 點這個地方 會議室有兩個人 老師跟 要領軍先進來 其他人如果進來都會在這裡 你們先試看看 好 那你點這個地方 聯絡人就可以看到班上有哪些人 那還有 你隨時就是點一下 這個是你的畫面 點一下 然後記得把你的麥克風關掉 每一個人都要一進會議室 先把麥克風關掉 只有老師是開著 這樣的話 所有人才會聽老師的 那你聽懂嗎 然後呢 你進來 萬一你不小心去點到 別人的 你去點到這個 你就看那一個 那這樣子是不對的 你是不是要上課 是不是要看老師 不是看同學啊 對不對 你在教室上課 你會老師在講話 你看同學嗎 這樣子是不對的 所以萬一你不小心去點到同學 你自己要去點回來老師 聽懂嗎 好 那現在是這邊 因為他用我的 你應該是點 看到老師才對 這樣懂了嗎 懂不懂 好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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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